小寶部 小寶部节奏时间 后面的两个女生 学生刚到学校就听到停课通知 不少家长又赶回学校接小孩 南投县2号下午宣布部分山区停班停课 但直到3号上午7点 县长才宣布全县停班停课 他在脸书上说很抱歉 这么晚才通知大家被家长骂翻 你债来还要债多回来吗 对啊 来得很便宜 家长骂都到了学校才讲 还有人说山区的孩子都要很早起床 为什么这么晚宣布 许多家长才刚把小孩再去学校 又再回来 而嘉义县政府也是在3号清晨 才宣布停班停课 家长回学校接小孩忍不住开骂 家里大龄三合国小一早就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停课通知 校门口也贴出告示 住在附近的老师也一早到校帮忙 但仍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不知道白忙一场 而嘉义大龄站的驱间车 也因为临时宣布停驶 影响不少旅客 驱间车停驶呢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南投嘉义持续大雨 提醒民众出门注意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